日本的一家海洋公園 為了要讓遊客感受聖誕節日的氣氛 推出了企鵝遊行節目 結果大受好評 跟著我們的鏡頭一起去看看 在日本橫濱八景島海洋天堂水族館 每日都上演著一個特殊的節目 那就是企鵝聖誕遊行 6隻企鵝身著節日盛裝 在遊客面前列隊通過 滑稽的樣子十分討人喜愛 除了企鵝遊行外 在企鵝抵達終點後 遊客們還有機會與企鵝合影留念 甚至觸摸企鵝 其中小孩子們更是格外青睞企鵝的表演 不過要想組織一場企鵝遊行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了晚間企鵝還會點亮聖誕燈火 不過既在電燈開關繩子上的魚 才是企鵝服從命令的真正原因 水族館的企鵝遊行和週末的燈火表演 將會一直持續到聖誕節結束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凡編譯 再次回到電燈火了